赵月 葫儿 葫儿 阿姨睡了吧 睡的 我呢 工作有点辛苦 所以找你补充点能量 我还有这个能力呢 你能力多着呢 别说话 让我睡十分钟 睡着了 外面睡觉啊 容易着凉 我送你回去吧 陈理生 你知道你还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能力吗 什么能力 扫兴 哦 伯儿 以后工作上 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我对我的工作能力啊 还是很有自信的 我正在建立 姜伯儿独特的工作风格 可是我不想成为工作奴 所以 你能帮我吗 能 我怎么不能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了酬谢你 就再休息一会儿吧 好的 您 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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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公司立会 搬书吧去了 对呀 我觉得再过去准开会 也太闷了 还不如换个环境 吃吃喝喝多开心啊 这个时候啊 越是要拉我门子 不是谁能帮我啊 不 这是你的风格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 你能把工作 搬到公司以外的地方 就知道你帮不上忙 你的干什么呢 你 我就是想 想给爸擦擦手 用不着你家好心 陈领生 你给我放开他 他不是果汁 你跟我出来 跟我过来 过 你们一般就是情损 你在这儿装什么果汁啊你 喊什么呀 什么 他明明就是情愫 还非要装着火质 假好心过来看网吧 江聪 我真的是想来照顾爸 你看看你 你都瘦了 肯定累坏了 你放心 这儿有我 我可以照顾爸 江家的事以后跟你没关系 我虽然答应了火质 离婚的事情可以暂缓 但是不代表 你就是回权的有地 你明白吗 今后我不要再来 江聪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以后绝对不干涉你 只要你让我留在身边行不行 秦苏你够了 我哥到现在的日子 才跟你离婚 就是因为大度 你竟然还有脸来求他 这是我跟你哥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我告诉你秦苏 你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系 你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到 就滚出去江家 我告诉你 我不会离婚的 江尊 江尊我不离婚 秦苏你别跟人装疯卖衫 你别伤害我 你别跟人装疯卖衫 小迟 小迟你怎么了 他不是货质 他是秦苏 江波 我告诉你江波 你吃我干吗 要喊了 走吧 跟我走 你别跟人装疯卖衫 你怎么知道货枝的 你也知道货枝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请因素吗 知道我的问题 货枝是陈领生的前女友 不过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陈领生亲口跟我说的 他说货枝把他给甩了 找了个老外出国了 出国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分手大概有半年了吧 不过哥 陈领生可是亲口跟我发誓了 他对货枝现在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可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啊 我的婚姻已经到了这般田地 还有什么资格去管你 真的 那现在该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货枝的 三年前的车祸 你还记得吗 货枝救的我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天哪 怪不得你一直要 跟秦因素离婚 哥 那你岂不是太委屈了 所以知道我要人的离婚 我麻烦你 千万不要再去结外 甚至找他妈妈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看他那个样子 我也不想去招惹他了 不过哥 你说 婚活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啊 他跟陈领生或 听我啊 如果你真的爱陈领生 不要去谈究他的过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错啊 或许就是我的乱生妹妹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雅 你也是一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就在我一直猜测 你到底是秦因素然 霍之的时候 你们什么都知道了是不是 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陈领生你差不多得了 那是人家姐妹俩的事 凭什么告诉你啊 再说了 你现在跟姜波尔打得火热 霍之的事 已经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陈领生 那你看在霍之的份上 你帮我劝劝波尔吧 叫他不要让姜村跟我离婚 行不行 这怎么可能 我是说真的 真的真的 像波尔那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他一定会听的 这样吧 你如果帮我的话 我带你找霍之 秦因素 找霍之 他在哪儿 他不是离开秦岛的吗 没有离开 他一直都在这儿 你该回家了 我找人送你回去 我说的是真的 他一直都在秦岛 他在秦岛什么地方 陈领生 你快走吧 霍之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江波尔 霍之在秦岛 陈领生 陈领生 秦素 你爱的什么心 你明知道霍之不想见陈领生 你还要告诉他霍之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霍之不想见 也许霍之还喜欢陈领生呢 我这是在帮他们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 霍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他找了二十多年的亲人 有你这样的 还不如没有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霍之 我不会放过你 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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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植啊 你来得正好 你姐也不知道怎么了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怎么敲门都不出来 我听小雅说了 说姜伯儿跟我姐 在医院大吵了一架 之后我姐的情绪 就不太稳定 所以我过来看看 怎么又是这个姜伯儿啊 姜伯儿就是不肯放过婴宿 小植啊 你要不然 你再去跟姜村说说 让她管管姜伯儿 姜村这会儿 也就能听你跟她说几句了 上次我跟她说 我就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她了 这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妈 你别瞧她 我沦落到这种地步 最开心的人就是她了 姐 你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 姜村终于找到理由 跟我离婚 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姐 你怎么能那么说 我跟姜村呢 你们背着我做过什么 你心里清楚 你敢说你对姜村 没有动心 你敢说你告诉她 我跟孩子的事 不就是为了让她 跟我离婚吗 姻苏姐 姜村说得没错 你根本就是无药可救 明明都是自己做错了 还要来到别人的头上 你终于承认了 你跟姜家人一样 你就是想叫唤我 我没有 霍迟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要不是你是我姐 我才不会管你 我才不用你管 就算我死 我也不用你们可怜我 你别管我 你别管我 小枝啊 你可千万别听 你姐胡说八道啊 她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你说 她回不回就身不正常了 那 那该怎么办呢 小枝啊 妈 小枝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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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 来了 我给你拿了点夜宵 我看你这 你不是放手给伯二了吗 前一天我状态太差了 可我哪傻的 就这么放手 毕竟我们五星级宾馆 这个项目是爸的心愿 我今天看了一下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有些问题 我准备明天回趟公司 帮帮伯二 谢天谢地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伯二确实很努力 但毕竟经验太少了 我看他也有点吃不消了 好 明天早晨你到这儿来接我 你就回家睡吧 你在这儿你也伸不开腿 谁知道我心里踏实 回吧 早休息 怎么回事 这会议不是上个星期订好的吗 人呢 人 怎么回事 人呢 那个江小姐说 她把会议地点 改到她的书吧了 说是想让气 气氛稍微轻松一点 改地方也没人告诉我们呀 我也不知道 马上就跟我怎么样啊 把她立刻来见火 这谁呀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一直在纳闷 起因素的厚脸皮 到底是随了谁 现在我知道了 上梁不挣下梁歪呀 沐儿 你来公司干嘛 大闹吗 你这么闹出去 丢我们江家的人 对你们母女俩有好处吗 不是 沐儿 我是来找江村的 我刚去了趟医院 大夫说 她今天在公司 所以我就来碰碰运气 碰运气啊 你们勤家母女的运气 已经没有了 之前勤诉嫁给我哥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运气 既然运气没了 还挣扎什么呀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 跟我哥离婚呢 我哥不想见 你走吧 如果没有赶车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行行 我走 记得告诉秦英素 如果现在离婚的话 他还可以拿到赡养费 要是再这么死缠烂打 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博儿 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对长辈没有礼貌 他算我哪门子长辈啊 哥 之前你不让我去找秦英素的 麻烦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多说两句还不行 妈 既然来了 上去喝杯茶 哥 去你的办公室等着我 一会儿有事问你 赶紧走 走吧 妈 这儿有一份离婚协议书 你看一下 里面房子 车子 还有赡养费 这儿一份离婚协议 如果秦英素能够给掉他 大手大脚的习惯 今后应该没问题 我了解你 姜村 你对秦宿从来就没得说 跟我就更不用讲了 是我家秦宿对不住 我还给你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你要不要过目一下 我让方秘书给您拿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姜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妈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 我都可以原谅的 请你原谅我 我不能养你老了 姜村 你是个好女婿 是妈没这个福分 那我送你吧 不用麻烦了 你以后也不用惦记我了 那你就好好地过你的日子吧 我看这 你 先出去吧 哦 好的 你别走 坐下有事了 是谁允许你 把开会的地点改了的 我觉得在公司里开会吧 太闷了 我就想到书八呢 气氛也好也轻松 吃吃喝喝会就开完了 这胡闹 什么叫吃吃喝喝 这是开会你知道吗 我们上海的这个项目不是儿戏 如果泄露了商业经历 你来负责吗 你怎么进了公司这么久了 还还这么不长进呢 我怎么不长进了 融资会议的这件事情 我一直是很认真地在负责 我长这么大 都没有这么认真地 做一件事情 不是你让方秘书 让我来负责的吗 我只不是改了一个地点而已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出去 如果你想做的话 你自己做好了 出去 我不 我不知道爸当时 怎么会选你来公司 吃吃喝 来 开好队啊 跟上 快走啊 小心啊 慢点 冲冲 跟上 好 妈 妈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开电话呀 这儿这么远 妈没事 妈就是想来看看你 小植 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嗯 孩子 你受苦了 妈 冯院长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过去的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别想太多 都是妈对不起你 你姐现在这个样 也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 妈 你别这么说 姐呢 也许只是一时想不开 等她想通了 就好了 再说了 姐怎么说也是当妈的人呢 就算为了孩子 她也会坚持的 但愿吧 小植啊 你说你姐这么说你 你还惦记着她 再怎么说 她也是我姐 不过有一句话 我是真心希望 她跟江村离婚 这不管是对我姐 还是对江村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哎 这妈也知道 可是她应诉她 她就是不愿意呀 今天 妈本来去找江村 想替她求求情的 可 怎么了妈 你妈妈说 妈活到这么大的年纪 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吧 可也从来没让一个小丫头 怕得这么难听过 妈也想明白了 你姐的事 妈也不想再管了 我想管也管不了了 江博他骂你 你凭什么呀 再怎么说你也是他的长辈 他骂得对 我算什么长辈呀 我在他眼里 我就跟英苏一样 就是靠他们江家养的 两个废物 妈 他是他你是你 他凭什么骂你呀 我这就找他去 小植 小植 算了 说到底 也是咱们对不住江家 还有什么好说的 小植 妈来找你 就想跟你说 你姐的事 你就别再管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妈 不管事情 结果会怎么样 你放心 都有我呢 我不会丢下你跟姐不管的 我的好孩子 妈 妈活到这么大的年纪 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吧 可也从来没让一个小丫头 妈得这么难听过 江熊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在家里休息呢 我们死去 谁 邱寄 你怎么回来了 我先生说 我知道他不想见我 但我找他有事 马洁 你能帮我叫一下他吗 我先生病了 有点发烧 那个 在医院熬的 这不 我正想给他送药上去呢 那我给他送吧 要是他生气的话 我就说自己偷偷溜上去的 跟你没关系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你跟先生好好的 怎么会 谢谢你啊 妈姐 那我先送上去 我先送你 你醒了 我是不是伤胡道的 妈姐啊 得帮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找个大夫来 明天给我打一针腿绕针 退了绕就好了 来 药给你吃 有事 慢点儿 慢点儿 妈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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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吗 怎么看来这么仔细啊 这个 这个 这些资料都能翻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不过还好他不知道陈领生的事 不然姜布尔还不杀了我 你醒了 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啊 你呀都快昏睡了两天了 吓死我了 都是在医院累的吧 你说医院有护工 家里有我 你使唤谁不行啊 非得要自己过去 我自己照顾爸 我放心 好 来 测下体温 还烧着呢 吃点药吧 这些日子别管我了 你这些日子照顾我 别把身体拖垮了 我没事 英素来过了 他照顾了你一天一夜 秦英素来了 刚在我睡醒的时候 起来一看他人不在了 可能是走了吧 你确定是秦英素吗 那还能是谁呀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英素好像跟以前 又不一样了 是吗 是吗 嗯 你先休息啊 去吧 来 来了 英素回来了 我看到家里的冰箱空了 我就赶紧去超市 买了些吃的 我放这儿了 我还以为你 你走了呢 我现在准备走了 江村退伤了吗 嗯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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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啊 你昨天晚上发烧 三十九度多 我都快吓死了 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就该送你去 咽咽血了 给 对 好像还是有点热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 少降下来了 三十六度 那我就放心了 嗯 我先走了啊 回去上课了 我送你 一天 你行吗 走吧 这哪儿像要离婚的样子啊 马杰跟我说 秦英素会来看我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你 我知道 你不会路过来看我 更不会特地来找我 说吧 什么事情 本来有事 现在没事了 为什么 我觉得人不能太自私了 本来我是想帮我姐 可看到你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我突然想明白了 其实离婚 对你和我姐 都是一种解脱 如果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你们两个都会垮掉的 别这么想 其实这些我早都明白 只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罢了 谢谢你 胡志 谢我什么 我这么想 不代表我姐会这么做 你也知道她很固执 而且 她可能太爱你了 或许你可以帮我另外一个忙 什么 假扮情愫 陪我去民政局离婚 你 你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你能假扮她留在江家 也可以假扮她和我去民政局离婚 只要能拿到她的身份证就完了 你看你吓得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说真的呢 那两个好久都没笑一笑 那她不一样 不是清楚 不会害人 这是你们最大的区别 好 何止来过了 何止是来过了 给老爷子擦身子洗衣服 还给她洗手间消毒一遍 你们说的是姜太太吧 现在像她这样经济照顾病人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我倒希望她是姜太太 少废话忙你的事去 对了 这个王律师给你打电话 完了你没接啊 然后打到我这儿来了 好像是有什么事找你 我一会儿去一趟 好 您找我是因为离婚的事吧 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得通知你 早上我收到一份医院开的证明 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 鉴于现在情况特殊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 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 什么委托书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 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 博尔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现在公布的话 博尔心里会接受不了 江村 你听我说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江市地产公司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尔 其实我早该告诉你 但你知道 我和你爸是三十年的老交情 我心疼你 我还要守住职业操守 我也很为难 老爷子 怎么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呢 他看得懂什么是合同吗 一个连合同都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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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糊涂也不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 肯定有人在里边暗中躲鬼 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 谁在里边暗中躲鬼 你 你不能跟江博尔撕破脸 你知道吗 笑着给我 干吗 给我 干吗 干吗 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去哪儿啊 没有的 你怎么这么想 你不想把公司交给江博尔 人哪儿啊 不想把公司交给了 你们看它 不想把公司交给了 卖去给江博尔 酒店 ders 还没 大家不要忘了 快点快点 住他 快点快点拿走 黄秘书 你怎么来了 姜孙在吗 姜孙不在呀 他昨天送我回来之后 就没见过了 那他能去哪儿的 你出什么事了吗 江家的事 我不能乱出来 现在 能跟江青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你共云了 既然他不在这儿 那我先走吧 等等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走 他肯定就在体育馆里面 一生气就来体育馆发现 我还了解他 我怎么都没想到 平安来这儿呢 你好 你刚刚看到 有人在这儿训练吗 你说江总 他刚走一个多小时 这是干什么 这是累死人不成命啊这是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他不会想不开吧 想不开开车的话 他有路怒症呢你知道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现在还真想不到 他能去哪儿 那这样吧 你按你了解的江青去找 我按我了解的江青去找 然后咱俩分头找 说不定一会儿就找上了 好 就这样 走 走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 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物 江氏地产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儿 我配合掌子吗 妈了 我该看你了 妈 我该看你了 我好想你 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 若爸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好想你 没错 我又是来高八状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趟 江家连跟江家的样子都没有 我觉得很难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 他可以去等伯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是你妈吗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吗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力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爱之深恨之欠 让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倾入我每次看到的眼神 他的眼睛里走入深 好像带着一丝怒哭 还有一丝怀疑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拐了呢 我在你心里知道 他从来没有像我疼过二一样疼过我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惹他生气 即便他打我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他心里 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 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说也别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任何 可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像不要那么早的 下结论 天底下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醒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来 妈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来看你了 他会知道 他会知道 原来叫他什么 我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的人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酒店 我哥經常住的地方 所有的朋友 一點消息都沒有 我哥這是能去哪兒呢 怎麼樣 你哥有沒有朋友啊 也許到朋友那兒借酒消愁呢 我哥的朋友基本上都在國外 國內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朋友 你哥也夠可憐的 連個朋友都沒有 你說這個王律師也真是的 偏偏這個時候 把委託書拿出來 給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給你準備又能怎樣 你敢告訴你哥委託書的事 我不敢說 你現在最應該擔心的是 過兩天的融資會議 資料雖然你一直在看 但是你哥不在 可是要做提案了 你準備好了嗎 我怎麼可能準備好呀 所有的這些事情 都是仰仗著我哥的 沒他我可怎麼辦呀 不行 我必須要趕緊找到他 就算你哥回來 他要生氣不願意去呢 你總得想個辦法呀 我能有什麼辦法呀 你還有我呢 我參加過幾次競標 也參加過幾次融資會議 沒吃過豬肉 我見過豬跑啊 你說這些不短於白說嗎 我總比你強吧 從現在開始 我以一個專業人士的頭腦 替你惡務功課 真的 如果全世界你不相信我 你還能相信誰啊 陳理生 就是要沒看錯你 走 走 陳理生 你也沒有成為啊 Chronore 我告訴你啊 機箭我機bi不過你 強皮球你還不行 你那個犯覽了 我怎么翻轨了 你来你来你来 来来来 爱啊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得灿烂 哭得夸张 你是答案 伯伯 来看看这个 有什么好夸张 我们都有一个安全感的人 有什么好夸张 擦擦汉吧 给 水 还有水呢 热死我了 慢点喝 我得好好谢谢你 你让我淋漓尽致地 出了一身抽饭 那走吧 吃饭去吧 我哪好意思 在蹭人家服务院的饭 行了 叫你去你就去 孩子们都等着你呢 是吗 那行 腐败一把 走 来 姜叔叔 球虽然输了 那饭咱们还得吃啊 谢谢叔叔 有客气 怎么了 姜叔叔 姜叔叔是不认识的 犯犯是 知道吗 老师平常都怎么 告诉你们的 有鱼第一 比赛第二 爸 多吃饭 这儿是什么小时候说的口口 怎么放现在还好似的呢 太老土了 老土才是经典呢 你懂屁啊 黄叔叔 方叔叔 怎么了 姜叔叔是霍老师的男朋友吗 你听说过这个 童话美人鱼的故事吗 姜叔叔和霍老师 就是美人鱼公主和王子 霍老师不是鱼 鱼是原来吃的 好